南海的情勢你看這幾天 你像藏在南海的周遭 一天有將近28艘的軍艦在那個地方對峙 也就是說全世界大家在關心 這個地方區域的情勢非常的一個緊張 今天看海基會當事長李大輝說在追求專訪的時候 連G7在全世界最主要的工業國家出來跟你說 兩岸之間尤其台海這個地方 這些和平和穩定 這不是在台灣和中國的事情 這是國際的事情 這是全世界的經濟發展 產業 工業 供應鏈 都有牽涉到 所以這不是只有台灣的事情 相同的 你這個南海局勢的一個身高 國民黨現在開始說 總統你要去太平島那裡 你要去做一個宣誓主權 總統也好 立法委員也好 到我們自己國家所屬的哪一個島去 我覺得都很正常 但問題是說 那個十千點 這個時候 我們不要說戰允密布 中國跟菲律賓在那裡對峙 布林頓現在前腳踏離開菲律賓 中國出來跟你說 原始 連續開始要跟你在那裡做一個軍員 那像這個情況 你說叫總統去 假設你是總統 你要去的時候 我空軍要派幾隻 我海軍要派幾隻 沒有啦 我們的空軍有載到南海嗎 沒有載到啦 為什麼 我們的空軍 如果沒有加油機的話 空中加油 飛到東沙就要飛回來 因為飛不了那麼遠 我們的F-16 沒辦法飛那麼遠 飛到那裡再飛回來 不要騙人 要有加油機 問題是台灣 所以我們就只能派海軍去 可是如果派海軍去 那你現在幾十艘艦艇 在那邊對峙 所以問題就來了 如果李總統要去 我海軍要派幾隻 沒有啦 國防部長是要怎麼保護總統 是嘛 所以問題就來了嘛 所以說在整個區域和平跟穩定 是我們自己來 還是人家在那裡緊張的時候 說快點 我們也派幾隻出來 不然總統來 我們不要去那裡插一腳 這個對整個區域的和平的穩定 沒有幫轉 第二就是說 現在你看飛利賓 過去飛利賓也是親中 甚至一帶一路 飛利賓跟中國都簽了 他為什麼 以前親中的飛利賓 現在感覺說 哎唷 你這個中國 你對我飛利賓也是軟頭沾滾的 我南海 周邊周到 你全部在那裡滾絲絲絲絲 一直給我攝開之後 飛利賓會跳腳啊 然後跳腳以後 四月十一年以後 他也要拜登 要拜登 要拜登日本的修想 要三方會談 那跟國際上人家共同一直在解決的時候 我們台灣自己的債子都說 沒有 總統你現在去那裡去 是怎樣 是要去跟中國一樣的入場 莫名其妙 你不吃? 那你不吃嗎?